作为军人差点进入NBA,痛失发七二婚取亚洲蝶后,中国男坛有这样一个人,他是王志志在八一队的好帮手,也曾是男男的一枚汉将,不过他感情生活却历经坎坷,第一任妻子王凡,在随队参加与北京赛前的训练时突然昏迷,最终年仅26岁的王凡病逝,随后他迎娶了亚洲蝶后,也是现在的央视名嘴周雅队, 没错,这个人就是默科,很少人知道默科其实也是名门胡子,父亲默连贵在七十年代入选了国家队,后来担任吉林体育学院的篮球教练,姐姐莫莉曾是国家队主力中锋,但是因为腿伤,她无奈的离开了国家队,现在她退役在家,相赴教子,默科小的时候天天放学后在体育学院练球,并且展现了出色的篮球天赋, 1995年,13岁的时候,就被沈阳军区队相中,加盟了沈阳部队南岸青年队,四年之后,她还入选了国家青年队,参加施锦赛的比赛,姚明的离去更是让她成为主力中锋, 2000-2001赛季是默科来到CBA联赛的第一个赛季,结果她表现出众,成为最佳新人的有力争夺者,她优异的发挥甚至引发NBA球探的关注, 而且当时审部男篮主教练张新民坦言,如果默科能加盟NBA,俱乐部随时放人,不过一年之后,19岁的默科转会来到81队, 并替王志志,担任中锋的位置,此后的时间,NBA球队继续关注着默科,认为这位身高6尺10寸的大前锋投篮出色,弹跳力好,脚步移动迅速,同时能够传出一手好球,绝对可以进入选秀第一轮,不过81队对她看得很严,尤其是经历了王志志事件之后,默科想进入NBA变得无比困难, 最终默科也错过了NBA选秀的机会,默科的国家队生涯也不太顺利,2002年默科入选了王菲的国家队集训名单,最终却无缘最终的名单没有参加试锦赛,一年之后她又落选釜山亚运会12人正式名单,经历了这两次大喜大悲之后,默科也渐渐站稳脚针,2004年奥运会,默科终于加入名单,并且随球队打进前八, 2006年的日本世锦赛打入16强,同年的多哈亚运会夺冠,默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,默科给人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脾气火爆, 2004年CBA总决赛,811比3不敌广东宏远,默科表现欠佳,内线被玩爆,屡次于对手发生摩擦,并在第二场因五次计数犯规而停赛,印象最深的一次当属2005年斯坦克为奇碑,默科的拳头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,和李南,刘玉栋和王志志一样, 默科因为加盟八一队,所以也是一名军人,军衔是少校,默科的感情生活充满坎坷,2009年,他和八一女男队员王帆领结婚证,没想到五个月之后,王帆就离开了人世, 他是在随队参加与北京赛前的训练时突然昏迷,2010年2月16日19时21分,年近26岁黎幻被梗塞的王帆,在解放军309医院病逝,这二十多天住院的时间,默科寸步步离医院,两病早早生出白发,对于爱妻的离开,默科显得非常悲痛,言语之间,透露出对于王帆的深爱,正当默科情绪低落, 生活与盗瓶颈期的时候,周亚飞出现了,周亚飞是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,多次大破女子50米蝶泳,100米蝶泳,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,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,被称为亚洲蝶后,而她现在也是中央电视台游泳项目的解说嘉宾,激情的解说得到了不少体育迷的喜爱, 王帆去世两年后,默科在周亚飞的照顾下,终于从悲痛中走了出来,默科与周亚飞的相识,还要感谢同样是篮球与游泳联姻的杜峰夫妇,杜峰的妻子马陈飞也曾经是一名游泳运动员, 在他俩的撮合下,默科与周亚飞逐渐擦出了爱的火花,并且在2012年5月份张庆鹏的婚礼上,默科向周亚飞求婚成功,那一年的10月21日,周亚飞和默科在青岛举办婚礼打谢宴,众亲朋好友出席场面温馨,两人婚礼的主题是非你莫属,取了两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,这个主题也见证了两人之间的爱情, 2014年退役之后,默科寻求转型成为教练,而且成为奶爸,退役那一年,默科升级当了爸爸,退役之后他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。